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今天是中秋节 也是廉价的第二天 不少人应该都是规划出游 或者是相约烤肉 还有赏月 天气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要告诉您的是 从今天深夜到明天来说 北台湾就会有明显的天气变化 因为台风接近了 梅花台风是来势汹汹 在今天中午已经转为了中台 目前位置是在 俄伦比东南东方的 大约是60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2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最快可能就会在明天的清晨 到上午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还是要试 这个移动的速度来决定 而下周一下周二 在这个缓步北上的过程当中 暴风圈就很有可能有机会 笼罩在基隆北海岸的 这一带 那么对陆地的威胁恐怕也会增加 所以务必要密切来留意台风动态了 好 今天各地的天气呢 大致都是相当稳定的哦 都是属于多云或者是晴朗的天气 不过只有在中南部山区 午后是有局部雷雨 但是还好这个雨量不大 那么平地的天气是不受影响的 各地白天温度还是偏热哦 高温是在32到34度 那么幸好湿度也不算太高 所以感受上面还算是相当的舒适 只不过呢在入夜之后 随着这个梅花台风接近到了东部海域 外围偏北风带来的云层也开始移入 那么在北部 东北部 还有花东地区的云量就有增多的趋势哦 局部地区甚至有些短暂震雨 虽然这个雨是不大 但是在今晚要赏月的话 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的 至于在降雨预报方面来看到的是 白天呢 水气是比较少的哦 各地大多都是稳定的一个天气 唯独在中南部地区呢 午后是有一些降雨的 主要是偏向在深山地区 但是呢 到了晚上哦 甚至是延续到了明天清晨 可以看到呢 在北部 还有东北部地区的水气是逐渐增多的 那么在大台北 东北部山区 以及在基隆北海岸 要留意呢 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哦 明天收假日 南来北往呢 车流量是会比较大 尤其是雨天行车的话 更要格外地小心了 好 来看到的是 还是要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今晚的赏月指数 必须要碰一点运气的呢 是为在这个北海岸地区 还有基隆一带 宜兰一带哦 这个云多呢 雨量也是相对的增加的 赏月指数是只有两颗月亮 那么看到呢 大台北地区 也是因为月晚的话 云层也会越厚 所以如果说要赏月的话 最好是把握在午夜之前会比较好 而其他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有非常高的几率 欣赏到月圆 尤其看到中南部地区的月亮 则是月晚会越明亮 那么东部地区以及在外岛来说 赏月的条件也都算是不错的 好 来看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天气概况了 中秋连续假期呢 北台湾的天气变化呢 是会比较多一些些 白天是晴时多云 不过呢 从今天入夜之后 北部东部地区的云量 是开始增多了 到了明天 礼拜天要收假了 北台湾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要特别留意的是呢 梅花台风将会进入到台湾东部的海域 因此在周一到周四 因为是位在暴风圈的边缘 或者是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 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强 而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北部 就会有明显的降雨 那么在背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来说 相对受影响的这个范围呢 是比较小的 而北台湾在白天 也会感觉到稍微的转凉 好 一直要到周四的这个下半天过后 以及到了周五开始呢 台风才会是逐渐的远离 不过呢 在中部以北来说 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么其他地方呢 是晴时多云的 而白天的气温也会稍微的回升 整体而言 梅花台风可能是过门不入 不过呢 它的外围环流 有可能会替北台湾带来比较大的雨量 所以呢 还是不能够太大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来说 高温有略微的往下降的是27到29度 那么低温是23到25度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再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呢 高温是31到32度 低温是23到25度 云量也是有些偏多 再来往南走一点 来看到南部地区高温是32到33度 低温是25到27度 屏東要留意的是可能在午后的山区 会有一些雷雨发生 至于东部地区来说 高温是29到32度 低温是24到25度 宜兰地区要留意因为台风的关系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至于外岛地区来说 高温是29到32度 低温是25到26度 天气属于比较稳定的 马祖地区要留意有长浪发生 好 最后的小丁宁有两件事情 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入夜之后来说呢 这个温差会比较大 有可能会降到24到25度 甚至22度以下 要注意这个保暖 那么在北东地区因为受到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可能会有这个云量偏多 以及降雨的情况发生 因此呢 外出要细得攜带雨季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也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